其实你没必要跟那么多人挤复兴啊 你直接说我挤不过人家 我根本考不上不就完了吗 我懂了 许晴晴 程老师 来掉申请表 放装上就行 我不想报复兴了 那你想报哪儿 门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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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确定 我知道门山比不上复兴 但我就是想报门山 能给我个理由吗 没理由 我 我就是想报门山 那是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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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诶 陈老师 您好 诶 你有什么事吗 诶 家伟 爸爸 呃 是这样的 我想跟您沟通点情况 今天啊 那个家伟找我说 他不想去那个 父亲的老鼠招生了 想改报南山大学 想改报南山大学 您没事吧 不好意思 我再听 您说 就是这个事 我就想想问问 他报南山大学的事 您知道吗 哦 我知道 他跟我说 他对南山那几个专业 还挺感兴趣的 我也是觉得 选专业应该比 选学校更重要吧 我想 跟着孩子的兴趣来 您觉得呢 好的 那我知道了 好 谢谢您 陈老师 来 再见 怎么说 他爸知道这事 说还挺尊重他的选择呢 这孩子兴趣最重要 想想也是 就是可惜了 这么好的机会 算了 主任 咱也不能强迫人家啊 就85211也不是咱们的KPI 主要还是得尊重 孩子们的意见嘛 是啊 现在 家长的观点 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我这个老古董啊 还得慢慢适应适应 您 您快别这么说 你忙 你忙 你好 这里是和尿影视版权 采购经理汪月 我们非常喜欢 您连载的青春小说 我的重磅青春 不知作品的影视版权 还在您这儿吗 如果方便的话 能否见面详谈 期待与您合作 你要考南山 是啊 不是 康师傅 你什么骚操作呀 不是说好一起选复兴吧 复兴有最好的设计群愿 我知道 但是 我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怕自己 考不上复兴的提前招生考试 对不对 我跟你说 康师傅 我是为了你 什 什么 我是为了你选的南山 为了避免跟我做同学 我是为了跟你读一所大学 那你还不选复兴 什么 我查过了 复兴对于艺术类考生分数线太高了 所以你是觉得 我不行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就是怕万一 万一我考不上 你之前跟我说 复兴对艺术类考生要求挺高的 我觉得你跟我开玩笑呢 但我没想到你是真觉得我不行 我配不上复兴是不是 许晶晶 你听我说 南山也有设计专业的 而且口碑很好的 其实你没必要跟那么多人挤复兴啊 你直接说我挤不过人家 我根本考不上不就完了吗 我懂了 许晶晶 你懂了吗 你懂了吗 我懂了 来 丝瓜蛋花汤 去火的 去火的 许晶晶 我该道歉也道啊 你就跟我说句话呗 别 我这种学渣不配跟你这种学霸说话 毕竟我是考不上复兴的人 我只是建议你考的人生 我又没说你考不上复兴哦 我吃饱了 我先走了 你干嘛啊 帮帮我 干什么气啊 人家都说高瞻是钢铁实男的 我看你情商也是富的 你们俩就应该做了做了 就好 欠你做兄弟 我不比他强多了 强啊 强不屁 人家高瞻好歹知道 让晶晶去考北京的大学 你呢 你老人家倒好 直接给人家发别到南山去了 这我知道 我不应该没跟他商量 就报南山了 我 我应该先跟他说说 什么意思啊 没救 再深深面去吧 小白 听我说 我二小和许晶晶就上同一所大学 那南山是最有可能的 也是最现实的 你当年减肥的时候 许晶晶是不是全心全意地 相信你支持你 他有没有说像你这样的条件呢 减十斤就是奇迹了 怎么到了他上大学的时候 你就这么不信任他呢 我不是不信任他 我是从实际出发 好 就算你们都上了南山 你觉得晶晶能接受你 为了他放弃父亲吗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等会我该怎么说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了吗 你都忘了 你就 你就能按我说的吗 许晶晶 那个 高瞻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 等等等等 五哥想问你那个 今天放学能不能一起回家 你眼睛不是好了吗 嗯 对啊 我有话想跟你说 说啊 急死我了 嗯 我刚才想说的是 不能在学校我说的话 你怎么不吃啊 嗯 我还不太饿 你找我有事吗 嗯 其实 今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就是想问问你 天台的问题你想得怎么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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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